Hello大家好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Raina 从今年开始我打算请一些我认识 但是并不是很熟的朋友到家来做客 然后我给他们做好吃的 然后他们就负责给我讲故事听 今天是这一系列午餐的第一期 我请到了两个我的同事 我们认识挺久的 好几年了 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好好聊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menu 我回来了 我刚刚去拿了一下这menu focus focus 这是我手画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麻将羽衣甘蓝 韩式垃圾块 荷兰豆炒香肠 这个呢就是一个烧豆腐 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可爱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昨天手绘的这个黑板 好了今天我准备的菜里面呢 最费事的最耗时间的就是这个 鸡肉了 我得呢先把它处理一下 腌上味我喜欢大一点的块 而且我今天选用的是鸡胸肉 因为吧就是脂肪少嘛 虽然这个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做饭还不错的 大家都还挺喜欢吃的 但我觉得我绝对是达不到那个教大家做饭这种水平的 最多也就是交流交流 我今天要在这个铸铁锅里面烤这个鸡肉 所以我直接就把它放进去 我不喜欢把这个做饭的时候弄脏那么多盘子和碗 因为我特别讨厌洗它们 所以我就尽量的少制造一些混乱 我换了一个切菜的板子 然后把这蒜拍一拍 然后就这样把它切碎 另外一刻我打算就是切片 然后做另外一道菜油 好了我切好的蒜末 然后给它放进去 这韩式调料其实非常简单啊 一般就是蒜 糖 酱油 辣椒酱 香油 还有那个辣椒面 这个非常standard的一个调味的方法 只不过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以及不同的食材来掌握这个比例 我今天用的这个辣椒酱非常辣 这上面写的very hot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吗 所以我就少放一点 大概这么大一勺放进去 然后再放一些酱油进去 然后香油 放挺多香油吧 这道菜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油 而且我的鸡胸肉它比较 鸡胸肉嘛 就没什么脂肪在里面 放些糖进去 这个辣椒面就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了 我还是不会放太多吧 因为今天考虑到我的guest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吃辣 然后就把它们搅拌一下 因为我一会儿呢 在这个烤完以后 我可能会在上面再撒一层 那个芝士 所以芝士一般是有咸味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放芝士的话 不要把这个味道调得特别的咸 好了我就把它拌拌匀 刚刚趁大家不注意 我已经默默的切了一些蒜片 葱花 葱段 然后我现在再切一些姜片 都是一会儿烧菜需要用的 我还默默的煮了米饭 预热了烤箱 这个鸡肉拌好了 它就长这个样子 刚刚呢我又把泡好 昨天泡好的香菇切成小块 然后一会儿烧豆腐用 然后泡香菇的水 我把它流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泡香菇的那个水 特别的香啊 大家千万别把它随便给扔了 现在呢我又换回了我切肉的这个菜板 我打算切几根香肠 然后烤荷兰豆 这个是白油肠啊 因为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个烟熏的腊肉 我的烤箱刚刚响了 就是它的预热也完成了 我把烤箱预热到了350华氏度 然后把这个丢进去烤大概20到30分钟吧 现在我基本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我现在呢就准备开始烧豆腐 因为它要炖 也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同样呢我还是不喜欢洗锅洗碗 那么我就直接在这个石锅里面烧 然后这个锅里面呢我烧了一锅的热水 打算把那个 kale给焯一下 这样子它就软软 然后散上麻酱就特别好吃了 好 大家看到我这锅已经烧起那个烟了 然后我往里面放一些油 我今天放的是橄榄油 不放太多啊 因为我想要吃的稍微清淡一点 这边用到的料是姜片和葱段 给它炒一炒 就是我忘了一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pre-packaged的蒜泥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 随时用的时候都非常好用 之所以为什么没切呢 因为我蒜没剥够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补救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味道肯定是比不了新鲜的大蒜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顿菜 我觉得它还是能起到作用 好了 香了以后呢 我就往里面加水了 这是我切好的香菇 和它刚刚泡它的水 等它温热上来以后呢 我现在处理一下这个豆腐 我好像没有切均匀啊 这块有点大 我给它改刀 好 我们现在开始给它调个味道 我那边的水已经烧开了 但是不着急 上油 蚝油 因为这两个酱都比较咸 所以我尽量呢 就少放点一点 但是我喜欢放进就比较 还有糖 放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我不喜欢 现在也要少吃点糖 糖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 跟香烟对一样 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所以真正建议大家少吃一点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 韩国超市买的 anchovy高汤粉 我加一点 这样子会比较香 因为我并没有熬高汤 然后我的 我的鸡肉已经烤了15分钟了 我刚指定了15分钟 我看一眼我的鸡肉 我跟大家一起看一眼吧 它还完全没熟 我在给它10分钟的时间 这个香菇的味已经出来了 真的非常香 其实我再把这两个 我换一下污里去 这个有点 好 这边关小火 慢慢的 慢慢的做 这是我刚刚洗好的kill 给它放进去 但是它一定要被煮的比较软一点 因为kill它 它其实挺柴的 这一菜吃起来 纤维成分特别丰富 而且营养成分也真的是特别好 就它变到深绿色 然后比较软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 再几个会儿 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 Kill煮好的时候 我的GuyS刚好来了 所以把它盛出来的画面就没有录下来 与此同时 我烤箱里的鸡肉也烤好了 我打算在上面撒一层cheese 然后再放回到烤箱 在烤制模式下 高温烤它3到5分钟的样子 这样cheese就可以在上面化掉 另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灯光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给大家听一下我们GuyS的笑声吧 我现在放的是这个cheese 这是一个ovencheese 然后再把它放进烤箱 开始炒菜啦 炒菜油 爆香小料 鱼蓝豆 鱼蝦放进来 放一个豆腐 炒菜油 炒菜油 把鱼肉拿去 鱼肉拿去 大鱼肉 刚刚揪了一堆杯 后面这个 豆 酱油 盐 然后撒了一点黑胡椒 快放进去 这个时候也看到我的鸡肉 也从烤箱里拿出来了 起司就完全化掉了 炒得稍微干一点就可以出锅了 我边调好了一个麻将 到时候就把它淋在那个汤油上就好 好了 水出锅了 关火 哈喽大家好 这边又是华卫英的Rena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的guest来了以后 我特别的慌忙一边做饭一边拍摄 然后还一边跟他们聊着天 很多画面都漏掉了 包括摆盘 然后淋麻将 以及最后整个launch set up 全部都miss掉了 我这边就insert几个照片 给大家看一看当时launch的状况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次我一定吸取教训 把视频拍得更好 谢谢